港鐵中環站內有設施被破壞 惡報警察進入車站執法 中環站大約下午4時暫時關閉 站內的閉路電視和顯示屏被破壞 出口被噴漆和放置多個花盆 穿著多個穿著黑色衣和蒙面的示威者 在出口聚集 防暴警察在站內戒備 而在另一個出口 站內的人陸續離開 有人拖銷房後 期間試圖關閘但不成功 之後搬來垃圾、雪糕桶和路牌放在樓梯上 站外有大批人聚集 出口的指示牌被塗污 有人掘地磚 又在車站出口堆起障礙物 並搬來鐵欄打爛出口的玻璃 之後拖喉向站內射水 有人在北達街和江樂道中設路障 現場有一批防暴警察離開 亦都有人到中國銀行 舊總行外面爬上門口的石獅子 破壞上面的閉路電視 各位我們現在見到 在中環有另一個火頭 就是在港鐵站出入口的位置 火勢比北達街更加猛烈 燒著鐵欄 有些人 亦都是一些之前示威者放在這裏的路障 這些雜物就是示威者用來堵塞港鐵出入口的雜物 看見火勢比起剛才北達街的路障 更加猛烈 而這個出入口就是中環站 歷山大廈的出入口 除了這個出入口被這些雜物堵塞了之外 其實在裝了這個出入口的八路電視 都是早前被一些示威者拔了下來的 見到那個火勢相當猛烈 亦都有大量的濃煙 在過往多次的活動中 都有一些示威者是有中火的行徑的 而今天就來到中環這一帶 最少是有兩處的火頭 在較早前 一批示威者放置了一些不同的雜物 就是想堵塞著中環港鐵站出入口 除此之外 亦都有人用一些硬物 是打爛了多過出入口的一些玻璃 還有其他設施的 而剛剛亦都有一些路障 以及現在見到的一些堵塞出入口的一些路障 就是著火 我們聽到消防車接到到場 而在路障未燃火之前 其實都曾經是有消防人員到過現場 是巡視路障一帶的情況 由於當時就未燃火 消防人員檢視了之後 就是離開 現在見到消防車 就是在鐵鐵布到場 並且相信由消防車 是拖喉灌救火勢 是暴灌死到這裡 看到現場 那個濃煙 都是非常之多 是濃囂著整個廣鐵站的出入口 一度的火勢 都是相當猛烈 並且是冒出大量黑煙 現在見到濃煙滿佈整個出入口 由消防車拖了一條喉出來,撲救火勢 而這裏燒著的雜物,包括一些紫皮和鐵欄 見到火勢似乎大致受控 消防繼續射水降溫